今天是8月6號星期二 現在時間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那昨天晚上的台紙夜盤 大漲了800多點 不要去看美股下跌 昨天美股市那指數都同步下跌 但是台紙夜盤 就期貨盤 期貨盤大漲了800多點 其實說很多人不知道 在台紙夜盤 這樣子的邏輯我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昨天早上的 美國的期貨盤 其實已經先跌了 美國期貨盤先跌 昨天早上台股 它就已經提前反應過 美國的期貨盤 所以就會變成說昨天美國的現貨在跌 但是台紙夜盤在大漲 就是因為說它其實已經反應過 而且不只反應過 它還已經過度反應 其實我就跟大家說 就是說沒有這麼恐慌 你去想那個邏輯你就知道了 怎麼可能這麼誇張 你說市場擔心說經濟衰退也好 中東的風險也好 或是說擔心說整個AI的變現也好 但是你要去想 不論說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或是說台北股市 或是說貴買的OTC 昨天跟禮拜五的下跌 這兩天的跌點已經把今年的漲點 全部吃回去 你覺得這有合理嗎 難道今年都是漲假的嗎 今年的AI都是漲假的 不可能嘛 就是說那個 那種跌法很明顯 一看就是超跌 再怎麼樣都不會砍在昨天 而且昨天這種就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買點 因為說昨天跌停的加速是超過了800家 超過800家 它已經遠遠超過當時的 當時可能說疫情 還有一些地緣政治風險 所以我覺得說 昨天它就是一個過度反應後的沙融資 你知道昨天融資減少多少 昨天融資減少182.86億 創下歷史新高 昨天不論說大盤的跌點 跌停板的加速 還是說融資下降的幅度 都是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說昨天這樣子的跌法 至少有一半的原因 全部都是在融資多沙多 期貨被強制斷頭 甚至說選擇權被強制平倉 所帶出來的賣壓 所以我們簡單看一下 今天的幾個重點 我覺得說目前重點還是一樣 就是說 全持股分批下去做佈局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尤其是在昨天的盤後 我就跟大家講了 其實昨天的跌停板的鴻海 跌停板的台積電 這種股票一定可以賣 你說當大盤急跌 也在短短兩天內跌掉了3000點 連台積電都跌停了 這還不是恐慌嗎 那既然是恐慌 台積電 我看像這種盤式 你說買什麼股票最安全 全持股你就閉著眼睛去買 不是低點也是相對低點 這種盤式買全持股 真的是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所以其實說昨天在早上 不是昨天盤中 昨天早上8點30分 盤前直播就現在這個時間 我就跟大家說 台積電 集鐵一定是可以買 這沒有什麼好不敢買的 都已經跌到了815 就以它整體的價值 跟它的獲利來看 太便宜了這個價位 包含像2317的鴻海 這些都可以去買 甚至說2454的聯發科 這種全持股跌停板 真的都是非常漂亮的買點 甚至包含像是 我就跟大家講 你說 你不敢買股票 沒關係你就去買高股息 你什麼時候看過00919 它是ETF 高股息ETF 單日跌到了7%以上 這種你說你要all in 都沒有問題 這種你真的是壓身家去買 都沒有問題的股票 所以包含像是00940也是一樣 這種都是 你想怎麼買 越跌越買 都沒有問題 它也不可能下次 這種股票都是 因為說 高股息 除了說全持股以外 高股息的ETF 絕對是集鐵的首選 因為說高股息 它本來就是吃殖利率 那殖利率這個東西 股價越低 殖利率就越高 所以像這些都可以 像是 929也是一樣 919 929 940 這種都是可以無腦去買的股票 所以 就跟我們昨天說的 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全持股分批佈局 那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 大盤在季線之下 就不殺低了 這不需要去殺低了 因為其實說大盤在季線之下 它是反映美國的經濟衰退 那 昨天盤後果其實就講了 就是說 你看 就以台股來講 其實說這兩段是不同的東西 就是 從 從大約是7月中旬 一路跌到上禮拜四 就上禮拜四 這一段是不同的東西 這一段它是在反映說 市場對於AI的變現 有疑慮 當時從Google的財報 微軟的財報 Meta的財報 市場對於說 你投入這麼多資本支出 你能夠收回來嗎 對於這一塊有疑慮 大跌了一段 好 但是在上禮拜五 跟昨天的下跌 這又跟前一段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上禮拜五跟昨天的下跌 主要是因為 失業率 非農數據 跟ISM製造業指數 所引發出來 對於美國經濟衰退的疑慮 沒有錯 所以我就說 這個東西是要把它分開來看 我昨天其實說 在盤後也跟大家說 就是說 在接下來的台股 其實很簡單 因為說 昨天這樣子的跌法 昨天單日跌到了 1800多點 台子期還跌停板 台子期跌停板 你說這會不會太扯 不過就是一個經濟衰退 有需要到台子期跌停板嗎 這就是過度反應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昨天的 不論說美國的公債 美元指數 還是說台股 他已經充分把 美國經濟衰退這一塊 他已經提前反應完畢 所以我昨天就說 當大盤已經完全提前反應 美國經濟衰退這一塊 就會變成說 好接下來 只要有任何的經濟數據 優於市場預期 股市就會大漲 那只要經濟數據 低於市場預期 不是說不會跌 但是他就會小跌 有沒有 經濟數據優於預期 他會大漲 經濟數據不如預期 他會小跌 就會變成緩步走高的格局 就是這樣 整體邏輯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昨天美國也是公佈了 ISM 服務業指數 因為說在美國大概有80% 80%的比重是落在服務業 所以服務業指數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7月份的ISM的服務業指數 全部都是優於預期 有沒有 幾乎每一項數據都是優於預期 而且也是在50 51.4 榮枯線之上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現在去擔心美國經濟要衰退 太早了啦 距離真正的經濟衰退 還有一大段距離 連準會不是傻了 這麼長的距離 難道他不會去處理嗎 是不是 所以昨天的ISM 公佈出來 美國股市不斷的收斂 就是留下影線 持續留下影線 那台子期貨的夜盤 也是大漲了800多點 有沒有 就符合我們昨天講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 行情還是都一樣 就是說大盤在季線之下 不殺低 不用殺低了 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季線之下這兩段 就這兩段 他比較算是多跌的 就是說 市場是擔心經濟衰退而跌下來的 但是你要去想 目前這些數據來看 經濟根本就沒有衰退 那如果說 他是因為經濟衰退跌下來 但是實際上 根本就沒有經濟衰退 你覺得會不會漲回去 沒有錯嘛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我才說 這兩根都不用去殺低 那再來機油股 我們一樣是去找一個低階買點 很多 昨天800多檔股票跌停板 你隨便想怎麼買都可以 今天買也都可以 因為目前都是在一個很低的位階 包含說雙鴻 齊鴻 台積電 聯發科 廣達 鴻海 這些全部都可以買 就是說這些都是被誤傷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 昨天的ISM 真的就證明我們講的這件事 就是說 昨天的大長黑 不論說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都已經把美國經濟衰退這件事 充分反應完畢 那既然反應完畢 接下來經濟數據 就是說 只要優於預期就大漲 低於預期就是小跌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才說 真的不用去擔心 好 我們看一下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 但是昨天的稻窮 是有一點這種補跌的味道在 因為說 稻窮是被其他三大科技指數拖累下來 是跌了2.6%左右 那不過 其實說大家要知道說 如果說以美國股市來講的話 美國股市其實可以去看200MA 200MA會比較精準一點 因為如果說以美國投資人來講 他們比較習慣看的是200MA 那包含像NASDAQ 跌幅也是比較重 但是其實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說 這其實全部都已經反映在 昨天的台股上面 台股它已經提前反映了 包含說S&P500 也是稍微收了下眼線 那肺半 跌幅也是比較重 也是接近了2% 但是其實說 道琼、S&P、NASDAQ跟肺半 它都是在反映同一件事 美國經濟衰退 但是重點就來了 你說現在我們看各個數值 包括昨天的ISM服務業 只是美國衰退了嗎 根本就沒有衰退 這是一個市場的預期 那市場預期先反映了 如果說接下來經濟數據確定說 美國離衰退還有一大段距離 我跟你講一定漲回來 真的怎麼跌的就會怎麼漲 如果說以肺半來講 就這三根 大概就是這三根 這三根是在反映這個 經濟衰退 那S&P就這三根 反正就是近三日 這一段是在反映AI 這一段是在反映經濟衰退 但只要說經濟衰退沒問題 它自然就會漲回來 所以我覺得說這些 都不用太過擔心 就是最糟的狀況 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現在的日本股市 現在日本股市開盤 現在日本股市漲了快10% 8.94% 有沒有 昨天這一根就多跌了 就是說 你有在看盤 你就會知道 那個很明顯就是 超跌多殺多 沒有什麼事件大到 需要800多張股票跌停板 日本股市目前是漲了9%多 我覺得說有機會 就是隨著台股開盤 日本股市有機會 直接把昨天的長黑把它吃回去 昨天是跌了12% 現在是漲了大概是9% 就差這麼3% 就可以回補昨天的長黑了 包含像是東正也是一樣 東正現在也是漲8% 那韓國股市 也是大概是吃一半回來了 昨天韓國股市也是跌了8.7%左右 那現在開盤狀態也是漲了 將近是5% 4.48% 所以很明顯 昨天整個亞洲股市都算是 算是有一點 恐慌 因為昨天的日本股市跟韓國股市 都是一度到熔斷 那你說有什麼大事件 大到需要到熔斷 其實也沒有 所以這就像我講的 包含說美元指數也是 就是說其實 為什麼我這麼篤定的跟大家說 市場已經把經濟衰退這一塊 全部反應完畢了 你去看美元指數就好 美元指數昨天持續在大跌 假設說如果市場 它只有反應到 9月份降息一碼 或降息半碼 我跟你講美元指數不可能這樣跌 市場就是已經反應到 美國經濟會衰退 所以聯準會會去降4到5碼 已經把說經濟衰退的狀況 跟經濟衰退出來 聯準會會做了反應 全部一起反應在股價上面 所以美元指數 才有跌這麼誇張 包含像美債殖利率 美債殖利率單日是跌了 美債殖利率單日是跌了4.63% 以正常行情來講不可能出現這樣子的跌幅 所以這樣跌下來 所以我也跟大家說就是說 如果你是持有 因為美債價格也往上噴 如果你是持有美債相關的ETF 美債相關的一些標的的話 短線上在這裡 我可能會先逢高出清一趟 長線我覺得說還有高點 但是如果說短線上來看 這裡我會逢高出清一趟 有拉回來我再進場去做低接 很簡單 因為說這一段幾乎已經反應到 聯準會是降息4到5碼 但是降息4到5碼這個碼數 在今年底來講 你說真的要實現難度很高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美債殖利率 可能會進入一個比較偏向高檔的 橫盤整理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包含像黃金 也是小幅度的震盪走強 因為說很多人說 整個國際上是擔心地緣政治風險 中東的危機 但是你去看就好 如果真的是擔心中東危機 黃金怎麼可能不會噴 沒有錯吧 原油怎麼可能不會噴 這是原油 原油走這個樣子 哪裡有地緣政治風險 這邏輯就不通嘛 比特幣 比特幣怎麼也不噴 就是說假設說市場 真的是擔憂地緣政治風險 中東的危機 我跟你講 黃金比特幣跟原油 最新的避險 避險三寶 一定會往上噴 但是都沒有 所以 由此就可以知道說 市場主要是在反映這個 經濟衰退這一塊 那 包含說其他的一些個股 因為說美國的科技股跌幅相對還是 比較深一點點 但是因為說這些全部都已經反映在昨天的台股上面 所以今天台股一定就是強談 你說有沒有機會創下史上最大的漲點 我昨天盤後就講過了 有這樣子這麼誇張的跌點 不用過幾天 一定會再出現史上最大的漲點 因為融資大減186億 182億 創下史上最大的融資減幅 所以今天一定是強談 所以我覺得說 把握機會 昨天買 今天買 甚至說明天買 在目前這個區間 台股在季限之下 都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不知道可以買哪些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是私訊我們的LINE 小老鼠 W178 我們在這禮拜最新的冠軍標股五檔 昨天有一檔還接近漲停板 昨天這麼爛的盤式 我們的冠軍標股有一檔接近漲停板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去看 你就用手機掃描我們的QR Code 或輸入小老鼠W178 在主頁免費觀看 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個股值得去留意什麼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9分 現在的期貨是大漲了1200多點 將近1300點 昨天的盤後其實我就講過了 會出現史上最大的跌點 他一定會在伴隨著史上最大的漲點 沒有錯 等一下開盤就直接跳空 1000點以上 大概就是直接跳空1000點以上 今天甚至有機會直接把昨天的 跌點去把它回補起來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要去了解裡面的邏輯 就是說 市場在擔憂的東西 根本就不會發生 就算會發生 難道有誇張到需要說 單日跌到了10% 所以現在的不論說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或是說台股 全部都在大漲 所以 我才跟大家說其實 第一次說 現股不用過度去殺低 現股真的不用去殺低 殺在這裡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如果說有資金滿手現金的 這裡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全資股 高股息ETF 甚至一些中小新股 這些都會是很好買點 直接來看一下 現在的期貨 有沒有 大漲了1252點 幾乎要把昨天的跌點 去把它回補 有機會 有機會把昨天這一根去把它回補 因為我覺得說 在這兩天 上禮拜五跟昨天 都算是多跌的 因為它都是在跌經濟衰退 那只要說接下來經濟速率 證明說經濟沒有衰退 不管怎麼樣 昨天跟上禮拜五的跌點 一定要被回補 那只要回補 昨天跟上禮拜五 不就是剛好季線之上嗎 所以我才說季線之下不用去殺低 那日本股市 現在漲了10% 10.35% 有沒有 馬上把昨天這一根 已經幾乎要把它吃回來了 就是說你看日本股市也是 昨天日本股市也是恐慌 就是也是在亂砍股票 韓國股市也是 韓國股市目前是漲了 5%左右 4.96 那所以 從這樣子也可以看出來說 昨天韓國股市也是被誤殺 就是 拋售 多殺多甩賣等等的 所以今天的走勢 預計會不錯 1200點 我們看一下如果說 以今天的大盤關鍵價來講 我這樣說 因為說以近期來講 波動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說你對期貨不熟悉 你的動作比較慢 或是說你操作沒有到這麼靈活的 最近我都不建議操作期貨 因為說最近波動真的很大 會有追價的 會有多殺多的 就是說它常常都會暴衝過頭 如果說我們以昨天的關鍵價來看 比較大量支撐是在兩個位置 2200跟2700 那200馬上就會被跳空上去 我目前觀察大概就是2700左右 因為如果說以目前的 目前的價位來看 基本上就是有機會直接跳空上去 2700 那如果說直接跳空站上2700的話 我會這樣做 因為說畢竟說 它是原本的壓力點 那壓力點過了 它就會變最大的支撐點 所以我會說越過2700 有拉回到2700附近 我會去做多 就是今天期貨的操作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還有我們在本週的冠軍選股 第一檔2330的台積電 有沒有重壓台積電 就是說 台積電這個價位沒有什麼好怕的 跌到900 跌到800 你就閉著眼睛去把它買下去 真的是沒有問題 你買這850 830 820 813 都沒有問題 這些都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所以台積電非常看好 那第二檔1540的僑福 你去看昨天 有沒有 昨天大盤跌了1800點 僑福接近漲停板 所以這就是本週的冠軍選股 那其他還有哪些 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去看 後面還有三檔 還有三檔 你可以自己加入去看 在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178 這三檔你一定敢買 你加入進去你就知道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也是漲1250點 那看一下其他的個股 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就像我講 你說昨天沒買 今天也可以買 都沒有問題 如果說真的要講的話 台積電在季線之下 就大概是季線的話 大概是923 923底下都不用去殺低 沒有什麼好殺低的 就是說 它就是很明顯抄跌的股票 就你用邏輯去想 我就跟大家說 經濟衰退歸經濟衰退 台積電的3奈米 難道會因為經濟衰退被砍單嗎 是不是 你Intel 輝達 AMD 你不下給台積電 你可以去下給三星 問題你就拿不到我們 這麼高的良率 所以基本上台積電 被砍單的機率太低了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跌下來都可以買 2317的鴻海 昨天跌停板 也是非常漂亮的買點 昨天最低是來到168 那我覺得說不論說昨天買 今天買都是一個很漂亮的價位 基本上鴻海也是一樣 在季線之下都不需要去殺低了 200元以下都便宜 季線之下 你就大力去加碼吧 聯發科 聯發科在1000元以下 也都不貴 也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聯發科比較大的比重 在消費性電子 所以如果說以全資股來講 它的復甦期 會比台積電 鴻海 廣達還要來得慢 但是復甦期慢 不代表說它不會復甦 所以我覺得說千元以下的台積電 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買點 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2382的廣達也是一樣 如果說廣達季線之下的話 其實也都不用去殺低 季線大概在293 那293以下 一律都是去找買點 這些股票都是一樣 那因為說昨天的貴買指數 是一度接近了跌停板 所以包含像是6488的環球晶 今天也可以去做留意 因為說貴買指數是超跌的話 有兩檔一定會漲 6488的環球晶 跟8069的元泰 因為這兩檔就是貴買指數的全資股 你說貴買指數超跌 元泰跟環球晶一定也要去漲 那我覺得說在貴買指數裡面的權重高 整體的獲利跟爆發力也不錯的 藥華藥 藥華藥它就是在貴買指數裡面 也是算大權之股之一 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還有包含說在這一波下跌前 相對強勢的 先進封裝 8064東傑 3663的新科 跟這個3580的有威科 這些有一點被誤殺的先進封裝廠 拉回來也都可以去做留意 我只能說在這一波的下跌 真的說好股票跟值得去撿便宜的 太多太多了 就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說錯過很可惜 什麼時候你看到800檔股票同時跌停板 很少 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所以把握機會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Lite 不知道要買什麼我直接帶你買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中文財司 都會被贈賺 請進去 分析師 請進去 由馬雅 爺 た